要说娱乐圈呢 多才多艺的明星 有哪些今天要向大家推荐一位啊 它就是古剧机 影视歌多期发展的古剧机呢 其实生活当中 还是一个画画能手 你看多文艺啊 趁着这个上海时装周的档口呢 古剧机又带着它的设计的品牌 来了一个时装秀 梯台上还有一位女神 真的是我们从小就看到的女神 意外降临了 娱乐圈里对服装乐此不疲的明星们 不在少数 可绝大部分都仅限于 开个小店赚点外快 可爱好设计的古剧机就不同了 一出手便是一场时装秀 这走着走着 模特还有点眼熟 原来是古剧机的闺蜜周慧明 也来跨刀助阵了 虽然我不是很专业的model 但是我觉得好像 机仔就是一个导演 我就是一个演员 然后一走到那个 一条天桥上面 我就会变成super model 这次周慧明一改 气质女神的形象 一身女军官的造型 可是古剧机两体裁衣的战袍呢 怎么样 踢台上性感小鹿的周慧明 绝对不输同台的传业模特吧 我要跪些 不用 我最初我没有想过 要让他这个拉链拉这么低的 那个背也没露这么大的 第一场时装秀 大获成功 设计师古剧机 蹦蹦达达地 领着嘉宾周慧明 出来卸场 这样一段 你若开口 我便赴汤导火的20年友情 还真是娱乐圈的难得的佳话呢 她是你心目中第一人是不是 当然 女模特的第一人选是有了 那么下次哪位男模特 会走上古大设计师的梯台呢 男模特 希望请刘翔来了 飞人刘翔一败当选 其实古剧机这次开秀之前 就已经和刘翔小聚了一番 不知道刚刚退役的飞人 会不会真的华丽变身成为男模呢 因为她很高 她好像超过一米九 一米九二还多少 我忘记了 非常高 那就她绝对有这个模特 这个身材 娱乐新天地期待刘翔 梯台首秀上海采访不到 我们都很期待 对于刘翔来说 飞过去都可以 更何况是在梯台上走两步而已呢